他應該有印象 那有另外一種方法叫boosting 那這個 我們直接翻譯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啦 反正我們來理解一下他的意思好了 那我們首先啊先把這個我們data把它讀進來 然後這樣我們比較容易等一下去理解說什麼東西叫boosting這樣子 好我先看一下 等一下喔 我們先上課 好那我們等一下我們要預測的是假離子這個東西這是一個連續變相 好那我們來教一下boosting的一個經典應用啦叫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那這個算法這個算法可能是就是我們說我們現在已經教到機器學習已經教到第七個 第七節課了前面教好幾個方法可能加起來有將近十個 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這個 今天教的這個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當你如果 懶得去調太多參數啊懶得去做太多優化的時候 他應該會是最強的一個模型 也就是說你做期末作業的時候啊 如果你懶得 如果你 只想學一個的話用他 你應該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數啊 大概至少可以比你前面 任何一個方法 有可能可以多個兩分吧 兩分其實蠻多的啦 好所以說今天這節課蠻重要的啦 就是你前面都不會也沒有關係啦 就是今天這節課學的東西蠻重要的 好 那 這個有非常多這個Kaggle啊是 資料科學競賽的一個很重要的網站 那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Kaggle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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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像 要求學校的電腦這個 去做可能有點太困難了 好這個Kaggle是一個是一家公司啦 然後 上面會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資料放上去 然後給大家做預測 然後看看誰預測的比較準 那這個 這個 贏的話是有獎金的喔 這個經常是有獎金的 呃 我們這邊隨便 來看一個比賽好了啦 我們來看看 隨便看一個比賽 然後來看看他的獎金是多少錢 嗯 我們來看一下 Active 你看 這裡有 這個獎金是美金的意思喔 是說你 呃這個 獎金的這個 這個獎金是有這個 10萬塊美金的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Price 好 好 第一名你如果在這個比賽中得到第一名 你可以拿到5萬塊美金的獎金 那這個 獎金的 大概是怎麼比的勒 就是這邊會有個data 然後他會 他會告訴你說 這裡有一個trend 然後跟一個test 那一樣嘛就是 跟我們上課的方式非常像喔 就是 你去下載sample submission 然後你把你的預測放上去 那 看你得到第幾名 這裡會有個leader board 第一名 這個還沒有結算啦 那第一名 你就可以得到5萬塊獎金 那第二名你可能可以得到這個 剛剛是寫2萬5千塊美金嘛 這樣都會是吧 所以大家 這個如果說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就是 以後也可以來看一下 KGO這個網站 那他隨時都有非常多的這個比賽 好 那我們來 給大家講一下啦 就是 那KGO這個競賽 既然他會給錢 就是KGO這個 裡面有很多比賽都會給錢嗎 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會拼了命的去 拼了命的去提升模型的performance喔 那 這個 裡面啊 最常 拿到冠軍大部分都是集成模型 那其中啊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幾乎就是很常出現的一個模型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做的喔 好來 就是 他的 這個Boosting的意思啊 我們先講Boosting的意思 Bagging我們已經 講Bagging是什麼意思了嘛 對不對 Boosting的意思就是 將新模型 有順序的 然後循序漸進的加入集成學習 好這個 聽的有點聽不太懂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的 就是說 你現在一開始 你有一堆X跟Y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是一些新電圖的參數 然後預測假粒子 這個 你預測完了以後啊 你一定會有個初始的預測值對吧 你初始的預測值之後你一定會得到個residual 這個residual是Y1減掉Y1Hut 實際值減掉 這個預測值之後 你會得到個residual residual是殘差的意思 接著你把殘差丟到新的一個 data裡面 然後你把X跟殘差做一個預測 那你一定可以預測出第二個 預測值 而這個預測值 可以彌補第一個預測模型 預測出來比較不準確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 R1 Hut 那這是R1的預測值 如果我能100%預測R的話 那這兩個模型組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的模型 我預測一個R1Hut 他們兩個相減之後會得到R2Hut R2也就是residual2 以此類推繼續進行下去 如果你把它寫成數學式的形式的話 我來看一下這樣有沒有辦法幫助大家理解 首先你要先建一個 F 這個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去用X預測完了之後 它建立Y等於F1 X 再加上一個 這個Sigma1 好這個 Sigma1是它的殘差 預測不準確的部分 大家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 你預測了 你現在有一個Sigma1以後 你現在就建立第二個模型 Sigma1等於F2 X 加上Sigma2 好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說 如果你把F1 你Y 你這兩個 這兩個式子如果結合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Y等於F1 X 加上F2 X 加上Sigma2 可以接受嗎 就是 把這個 把這個 這兩個取代上來而已 聽懂吧 所以 這兩個 它是不是組合起來 就可以 理論上 Sigma2應該比Sigma1小吧 理論上 因為你這邊用先丟一個模型 再丟一個模型下去 應該可以預測的再更準一點吧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Sigma2理論上 該比Sigma1來的更小 那這樣子的話 F1跟F2的組合 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預測 這樣聽懂吧 所以說 這個過程叫boosting 這跟begging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begging是抽一個紫樣本出來 這個紫樣本有一些隨機性 但是 boosting的話沒有要抽紫樣本 是用殘差去做處理 boosting boosting沒有紫樣本的概念在裡面 好那不過注意件事情 如果你以此類推一直往下合併的話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是不是很容易把所有的誤差 因為這個Sigma1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原始的誤差存在 就是random arrow 那你是不是會去學習那個random arrow 那學習random arrow你是不是有可能會造成 overfitting overfitting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啦 你為了要區分紅點跟藍點 然後你畫出了一條很 這個很複雜的分割邊界 他可能沒有那麼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我要怎麼避免這個overfitting呢 我把兩個式子合併的時候 加上個參數 這個參數elta是收縮率的意思 我本來加上去的時候是直接加上去的 可是我現在把這個 這個預測出來的值 加上個 eta 這個收縮率之後 那我是不是會產生一個新的 Sigma y等於f1 x加上 elta eta 這個 f2 x 那這樣子 新的 殘差值 我就把它丟到 拿來建立第3個模型 那我第3個模型建立完了以後 我再把它 乘上一個 eta這個數字 好依此類推下去之後 我們得到的式子會是這個樣子 y等f1x加上etaf2加上etaf3加上etaf4 依此類推下去 那我們可以決定到第幾個模型的時候停下來 那這個模型可能會有最佳的準確度 好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概念應該不難理解 程式可能很難寫 但概念應該不難理解 反正我就是不斷的給他增加新的 給他增加新的這個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不過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的f1跟f2啊 跟f3 他這個模型啊 可不可以是線性模型 來給大家回答一下 可不可以是線性模型 可以跟不可以的原因 有人要回答嗎 來趕快有沒有要回答一下 按照這個邏輯 F1跟f2可不可以是線性模型 怎麼都沒有人要回答 優秀傑宇你要不要講講話 蛤你覺得可以嗎 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不知道 不知道好了 我先跟大家 劇透一下答案 答案就是不可以啦 好不好 那為什麼不可以勒 有沒有人要想 有沒有人要講 那為什麼不可以 逸雲啊逸雲你要不要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 搞不清楚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假設這是一個線性模型好了 我現在假設這是一個線性模型 然後就簡單一點 就ax加b這種形式就好了 就是 這個 y等於ax加b這樣可以吧 那現在記住有位置數a跟b啊對不對 好那接著 你得到一個殘差對吧 你得到一個殘差 這個殘差丟下來之後 我們再加一個 那這個殘差就等於cx加b 然後等於 這個這樣 這樣 建這個模型大概沒有問題吧 可以吧 這邊是ax加b這邊是cx加b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這兩次合併之後會變什麼勒 ax加b 加上 1ta 被的 cx加d 對吧 所以 這個式子是不是可以換成 1ta 乘以x 加上1ta d 可以嗎 可以吧 那這兩式子又是不是又可以合併了 是不是可以變成 a 加上1ta c 這是斜律 乘上 x加上 b加上1ta 可以接受嗎 這還是一個線性模型對吧 所以 假設了我們假設一件事情 假設 一開始 我們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 a跟b 變成 a加 1ta c 然後和 b加 1ta d 這樣這個模型不就一開始就等於這個模型了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現在還沒有決定那個a跟b是什麼啊對不對 我現在還沒有決定a跟b是什麼嘛對不對 所以說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如果 f是一個線性模型的話 那你無論加了幾次 你無論加多少次喔 都一定有一組參數在最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讓 那個式子等於全部的雷加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假設我們現在最後產生一個模型啊 就是 2x加3 加上 3x加2 加上4x加5 加上一次雷推 那你最後一定可以整理出一個式子嘛 可能是20x加25 那他完全等於下面的雷加 所以他就沒有 他就 因為 最小 最簡 最簡模型等於這個複雜的模型 所以他就沒有boosting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不能用線性模型 他一定得用非線性模型 非線性模型的雷加就不會 就沒有辦法整合成同個式子囉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好所以啊 我們不能用線性模型 但是可以是弱模型 所以我們可以用個最大深度為2的決測數 這個決測數就是非線性模型 你可不可以用最大深度為1的決測數啊 很抱歉不行喔 因為他是線性模型 因為你只是把它分割嘛 選擇一個變相把它分割 最大深度為1的決測數是不行的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你看一下我的回圈怎麼寫的啊 它有不同的Y Y就是甲離子的預測 而這一組甲離子最高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這是第1棵樹 那第2棵樹勒 第2棵樹你看他預測值 值域是多少 剛剛前一棵樹的預測值域是不是 3點多4點多 因為甲離子的平均本來就是3點多4點多了 在下一棵樹 我們得到的預測還有負的 因為我們預測的是殘差 殘差本來就有正有負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在下一棵樹勒 我們預測的還是有正有負 是殘差喔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預測的結果呢 我們預測的結果是 我們要把 我們要把 預測的數加上 1塔乘上 前面那個數 下面那個數 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得到的答案 我們得到的答案相關係數是0.28 如果我們跟隨機森林比的話 也就是說10棵樹的隨機森林比 而且我們的最大深度是4喔 你會發現 他的 Boosting的Performance 會來的比 隨機森林來的更好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結果 你可能很難自信啦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他真的會進步的喔 我們現在把3 我們本來是 10棵樹嘛對不對 我們把樹改成5棵 我們把樹改成5棵之後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來看看 他的Performance Performance也還不錯耶 怎麼那麼神奇 所以5棵 5棵樹的Performance 怎麼5棵樹的Performance跟 10棵樹的Performance是一樣的 這個 樹真的有只剩5棵嗎 我來確定一下 真的是5棵啊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現在直接做 預測出來的結果是 所以他可能第6棵樹以後 就沒有什麼變化了 他可能第6棵樹以後 我現在來做這個 來看一下 如果我做10棵樹的話 他第6棵樹是不是 第6棵樹以後是不是就沒有樹了 真的是沒有樹耶 就他已經再也分不下去了 所以說 他最多就只能分到5棵樹啦 那所以我5棵樹的結果跟 10棵樹的結果是一樣的 我把它弄少一點 弄2棵樹好了 弄2棵樹 這樣Performance總會變差了吧 好看到了吧 Performance變差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隨著你越來越多棵樹去 去 預測那個殘差 他的Performance會慢慢上升直到 他再也沒有辦法上升為止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Boosting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了解剛剛的原理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他是有邏輯的 我可以組合很多不同的 弱的非線性模型 注意是要非線性模型 那你才有辦法去提升他的Performance 我們剛剛是用連續變相 你搞清楚原理了 我們要怎麼用在類別變相呢 我們可以透過修正每個樣本的權重 也就是說 我本來預測的 那個 預測的那個 我本來預測這個model之後 我這個 Performance 有一些被分錯了 有一些被分對了 對不對 那我就去修正 那個 分錯的那些sample 我讓分錯的sample 權重大一點 我換個講法好了啦 舉例來說 我現在要分類 用大家的這個 就是用現在大家的這個長相 然後去分類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我一開始做了一個預測之後 第一個模型使用的是 頭髮的長度 分析 那我發現 這樣分下去之後 就有一些分對有些分錯嘛 對不對 那分錯的一定就是頭髮很短的女生 跟頭髮很長的男生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為了要讓模型不要再選擇頭髮長度 下一個模型不要選擇頭髮長度 來做預測 我是不是就要把 頭髮長的女生權重加多 頭髮長的男生權重加高 然後頭髮短的女生權重加高 這樣子他如果再用頭髮長度來 去分類的話 他就會 沒有辦法區分 那他就會選擇用別的 別的那個變相來進行分類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這個大概就是他的邏輯 好那我們可以直接選用套件 XGBoost 這個XGBoost 他是 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用法 他其實跟GLMNet很像 他必須吃矩陣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先把你的TrainingData 把它丟到這個ModelMatrix裡面 然後得到一個 TrainingXMatrix 注意喔 他看起來會長這樣子 第一個是截距 然後後面是Gender 然後以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把第一個 那個截距不重要 我們可以把它丟掉 然後跟Y 把Data跟Label丟到這個 XGB DMatrix裡面 然後得到這個 XGB Data Train 這是一個 很特別的物件 然後你可以把它丟到XGB Train裡面 然後把Data丟進去 然後 最大深度2 Eta 0.5 然後這個兩個核心 然後要Rung的100次 Rung的100次的意思就是 我要 產生100棵樹 好你直接做了以後 你可以得到一個 XGB FIT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我們可以直接拿來做預測 FIT這個模型 Corelation有0.36 0.36有多高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隨便做半天 是不是只有0.2級 好那你如果直接用在TestData上面 你可以得到 0.358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有多少參數可以調 你是不是要做100棵樹 100棵樹容易overfitting 所以我們20棵樹試試看 欸 Performance是不是上升了 對吧 那我們ETA小一點來試試看 如果你ETA小的話每一棵樹就學不好嘛對不對 所以樹的樹木就要增加 好你這樣有看到 這些參數很重要要怎麼調你可以理解了吧 好那不過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已經知道 樹若太多的話 樹若太多的話 它是很容易overfitting 對不對 那 我要怎麼樣方便的隨時去檢查我的validation set 他的 這個performance 有沒有停止上升 我們可以把 validation set 的 Data 把它一起丟進 FGV train 然後告訴他說 Early stop 你要Early stop 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結果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這邊打開你可以看到結果 好你看到他是什麼他是 每一代都在告訴你說現在在validation set 他的RMSE多少 RMSE的意思是root的 mean square error 他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然後下降到這裡之後他告訴你說 這個最好的performance是在22代 的 1.277 他有最低的 root mean square error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拿來做預測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的預測準確度 可以高達 0.389 correlation可以高達0.389 那你如果 在testdata比較的話你可以發現他比你隨便 丟一組參數的performance來得好太多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需要把validation data丟進的model裡面 讓他做training 好那你可以去用你可以把每一棵樹的這個你可以用 因為既然他是 tree model tree model跟random forest一樣 你可以把他 拿來看看他的importance importance越高 代表他的performance 就是 這個 這個variable 對於你的 model performance 影響越大 你可以把他畫出來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age的 影響低是最大的 那其次是 qrsd 意思類推 那這些parameter 這些issue的parameter 你們都還沒學到 所以你們 不需要那麼急著去記說他是什麼意思 對你只要知道說你現在要一組 x 參數然後去預測y這樣就可以 而他的實際上的意義什麼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也可以做 我想機器學習給你們最大的啟示就是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個x是什麼東西 x跟y是什麼東西也不用管 機器學人工智慧這個學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建立這個x跟y的這個function 那他實際上跟x是什麼關係呀 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好不好 練習我希望因為我們的 我們以後期末作業要做的是LVD這個 這個 預測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 拿 這個 你可以比較 極限梯度提升機 隨機升零跟自行相機 在我們的sample 裡面到底哪一個model performance可以最好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去貼答案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run過這整個流程 那我們會希望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 稍微做完這整個流程 那這樣子我確定你們大家都會做之後我才知道你期末作業是有辦法做的 好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大家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題要怎麼做啊首先 就是data的這個 data的產生現在會有training,radition跟test 對不對 那 大家來看一下隨機升零要怎麼做 我如果要做隨機升零的時候我這邊給了他好幾組參數對不對 你看我這邊有sample size有不一樣然後 這個note size也不一樣 那要不要replace我也給他試的不一樣 那我們把所有的結果都做完了以後 這個都是很標準的跟之前 呃跟之前的做法大概差不多 那我們等於說把8種組合都試完之後 我們一定會得到一個最佳模型嘛對吧 那最佳模型啊如果以這個random forest來講的話可能是這種組合會得到最佳模型 就是每一個小sample size是800 然後每一個有沒有replace要 然後note size50他可以得到最佳performance 好那 如果你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話勒 一樣就是cost跟gamma要去 調參數嘛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得到的最佳組合可能是這一組 如果你當看 的話他是793對不對 那這裡是794所以random forest比support vector machine更好一點對不對 好可以接受嗎 如果 如果單純這樣比的話 我應該可以得到這個 這裡這個數字應該會比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來的更好一點 所以應該我要用random forest對吧 好那如果你用gc這個極限梯度提升機勒 你可以得到哇居然可以得到0.806 可以得到0.806的結果 好我們來看result xgb 好你看可以得到0.806 所以單純比較這三個模型的話極限梯度提升機 結果是不是更好 所以我應該用極限梯度提升機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說這個極限梯度提升機 值得我們好好這個應用 好那不過我們現在來想這件事情 這個如果你直接用在測試組上面 performance反正就是很好的 那實際上還可以更好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用的方法叫集成模型 好你們覺得極限梯度提升機 他本質上 是不是就是很弱的決策數 還不是很強的決策數 這個 Random Forest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求的這個 數的深度 他其實數的深度 我們這邊沒有寫 但他數的深度其實是4或者6之類的數字 他其實是一個算深的數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做 極限梯度提升機的時候 他的深度甚至只有2 你看 兩層深的 數居然可以得到最好performance 所以他是一個弱模型 他的模型是不是很弱 那他結果 這麼好 我們不能夠單純的把 這一包 極限梯度提升機 當作是 這個methode很棒 應該是他背後的原理很棒 不是他的model很棒 他背後原理是什麼 他背後原理是boosting boosting是什麼呢 把很多model的結果加在一起 然後 下一個model要根據上個model的 結果來做一個進一步的提升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把其中的弱模型換成 叫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或者換成 KNN也是一個 那個 最近零訪那個方法也是一個很弱的模型 對不對 這樣子performance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提升啊 他是有可能提升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 實際的案例好了 好這一個是 極限梯度提升機 最佳的 預測模型 這是BEST BEST 這個BEST 這個是最好的極限梯度機的 極限梯度提升機的模型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BEST 這裡 BEST FGBFIT 我是用剛剛那組參數喔 我用最好的最大深度跟最好的ETA產生的模型喔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得到了一個BEST XGBFIT這個模型對吧 然後接著 我再用 我得到了一個BEST XGB PREDICT 然後我再用最佳的隨機森林的模型 取得一個BEST RF MODEL 然後再得到一個PREDICT 然後我再用最佳的 SVM 的這個參數取得一個BEST PREDICT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有三個PREDICT 一個是隨機森林做出來的 一個是 XGB做出來的 一個是SVM做出來的 好做完之後我告訴你們這件事喔 這個非常神奇喔 我把這三個 預測值 把它一起放到 新的VALIDATION DATASET裡面 所以我的新的VALIDATION DATASET裡面 它 實際上 它實際上就多了這三個VALIDATION VALIDATION DATASET 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多了這三個VALIDATION DATASET 我可以把VALIDATION DATASET 再拿去做 主要說Random Forest 好這什麼意思我先 我在 所有的樣本我先 我TRAINING樣本 先產生三個模型 產生ABC三個模型 然後接著我在VALIDATION SET裡面 我就產生 額外的 VALIDATION A VALIDATION B VALIDATION C 這是前面三個模型預測出來的結果 然後我把 所有的 New Redation X裡面所有的 DATA你看喔 現在除了前面這些VALIDATION以外 我又多了 PREDICTOR RF PREDICT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 PREDICTOR 然後這是HGB的 預測結果 然後把它一起丟到Random Forest裡面再做一次 然後再做完了以後 我們來比較一下 他的預測結果 好這是單純用Random Forest的結果0.7722 單純有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結果0.7766 單純用HGB 的結果0.7737 結果 全部加起來 我居然可以得到0.7891的Performance 大家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我的模型在層層堆疊 先預測出 先預測出不同 先增加不同模型的預測值 這是不是很像 我在前面 就在教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神經網路那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不同層的神經源 是不是就是每一個邏輯思維規的Output 然後再把它合併 用他的預測值去產生新的模型對吧 記得這件事吧 我現在做的事情就很像那個 只是 我讓他的每一個模型 都用每一個預測值都不同的模型 連原理都不一樣的模型 去做堆疊 模型是可以層層堆疊的 這樣懂我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 你要 弄出一個集成模型 他的組合就非常非常多了 就不是一個 人力可能可以搜索的玩的範圍 你可以 你現在 我們今天教過的模型有10個左右 還有K最近零法 還有很多有的沒的模型 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先產生新的預測值之後 然後再來進行 下一輪的預測 然後最終得到的答案在Applied Test Data上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來看一下 我記得 我記得我有 一個 有一篇文章我想要給大家看 我來看一下 在哪裡我記得我有一個 奇怪我記得我有一個 我把它刪掉 好吧 我想要跟大家講是真實在做機器學習預測的時候 我們 一定就是會 一定會經過這個過程 就是 我們通常會 先 資料一定要先拆成訓練組驗證組跟測試組 那 測試組是不可以汙染的 以期末作業來講 測試組就是 沒有汙染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的答案 所以你不可能去 你不可能 偷偷看這個答案然後去做模型預測 這樣可以理解 可是訓練組跟驗證組彼此之間是可以混合 那以我們的期末作業來看你的 訓練資料 你的訓練資料的確就是一份 那你必須把它分成 Training Data跟Valation Data 好然後呢接著你這些你下來下來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裡面是有Missing Data對不對 你應該會發現裡面是有Missing Data你需要 先做一些 這個 Data的這個 imputation 好這裡面是有一些Missing Data你要填多少勒 你有很多種填法你可以用多重插補法填 你也可以直接填平均數 我給大家一些提示你甚至可以 用不同的填法 去產生不同的變相 就來說你可以 產生一個新的變相 rate imputed by min 第二個rate imputed by 那個 那個mice 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你還有不同的填法 那你可以產生很多個variable 反正 這些variable一起丟進去給model 再讓model自己選就好了 這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接著呢 你可以用很多種N個算法進行分析 那我們教過機器學習算法總共有8種 不考慮 不考慮線性方法 我們這邊就有8種方法 那每一種模型都一堆參數等著你調整 然後 那你把所有的結果再往後 舉例來說你可以繼續往後堆疊 舉例來說在下一個column是 predict by randomforester predict b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predict by knn 以此類推下去 那你可以全部在一起 產生一個新model 然後再預測到 最終的結果 這樣統合模型你得到的performance 一定就是最好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我想大家可能聽得懂我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吧 那我們我們的客人總結基本上我不用多講什麼就是 呃整個 資料科學的這個 模型的建構原理 他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因為最好的模型通常是集成模型 把好多個 那些弱模型組合起來 那至於他最後組合起來為什麼會得到最好的performance 如果是以做機器學習的人來講 他其實並不怎麼關心這件事情他甚至自己也不知道 為什麼A模型加C模型加X模型加起來 performance會得到最好 我只知道他在validation data有最高的performance 所以我直接把他用到 test data上面 然後得到最佳performance 至於為什麼其實沒有人關心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基本上 這個 我看了一下我剛看了一下大家的這個結果看到已經有16個人有交答案了 這006是誰啊 06怎麼那麼厲害 教了88次啊 06沒有來上課 這個學號是一年級嗎 是一年級但是006不知道是誰 哇06怎麼那麼強啊 06現在已經可以得90分啦 不知道他還加了多少分 我回去讓我看一下06是誰 那個然後我這邊看了一下就是 就是我看大家應該也是蠻上軌道的啦好不好 那我 我在就是 最後一節課的時候我教大家完全 完整做一次 這個 這個那你至少可以得到一個BASEFIRE分數 好不好來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 我想可能有一些同學有發現 就這個練習題啊其實是我們 這個下學期的碩士班的課 這是碩士班的課啦 跟學士班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左心事 功能分類挑戰這裡 Lesson 1 好那你下載完了之後你必須把檔案全部存上去 然後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好了 好大家注意你首先你要先下載這幾個檔案 就是 Sample Submission Test Data 跟Training Data 然後接著咧 你可以直接複製這裡的檔案你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你讀完檔案之後啊你應該看到這樣的結果 好這是Training Data 這個Test Data 然後這是 Submit Sample 好這個目前他LVD的機率都是0.5 這個不用這個 他目前是Sample 所以說我們要把這個數字改掉我們要怎麼改勒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怎麼做啊 首先你需要插補資料在這裡我沒有用MIC我直接用平均值插補 這個方法值得被改進 好平均值插補要貼這串語法 這個就是先算出平均值以後 然後就直接把他插補進去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插補完了以後勒 我直接用極限梯度提升機來做分析喔 我先把Sample 我先把Sample 以8比2的比例分成Training跟Validation 然後我直接我這邊可以打True 我直接來做 XGB Fit 你看他是Performance在上升了 最後他告訴我第27代的模型最好的 我按錯了 好那我就直接拿這個來預測啦 好這樣我預測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的答案 哎現在第1個是0.035第2個是0.01 一直推下去 我跟大家講喔你只要把這個東西 寫出來 好那你會得到一個買Submission對不對 你得把Export出來 這是你的Submission MySubmission MySubmission在哪裡勒 還沒開出來 哇 好了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你的 MySubmission這個檔案了好不好那 我Excel開不出來 算了算了Excel開不出來就算了 那大家只要這個 在這裡把這個檔案上傳上去 你注意喔你剛剛其實基本上你幾乎沒有做什麼任何改變嘛 你只是上 你只貼貼答案嘛對不對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一個 0.87 84這樣的一個分數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 你直接有HGB 這個模型啊你其實得到 分數其實不低啊 對不對 你可以得到88分但是你要乱過這一整輪 那我看了一下 有些同學 這邊有一些大概就是貼答案啊 那這邊有一些 只得到0.87的 這個 0.87我現在做出來0.8784 8776跟84得到分數就差不多的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特別差的 好 目前 沒有了就是 記得大家把最後一筆洗掉喔 就你 我在 我在那個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五之前我要交分數 下個禮拜 五的 中午 我看到你的最後一筆答案 的分數是多少 我會看這裡的performance 我不會看這裡 這裡你看到的是 Open的Leaderboard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界面是看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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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letable的分數 就是 我會依據最後一筆的答案來給你分數 他覺得他說 如果 006這個人 他 從 他最後一次上傳是28號 28號昨天 昨天半夜 昨天 晚上11點59分上傳最後一筆 這麼的感人啊 好 如果他之後就不再交答案了 那他就是90分 然後再加上他上課的分數 對不對 那我就會給他一個成績 那如果你發現啊 你的performance怎麼樣都洗不來啊 或甚至是你交不出 任何一個答案 那那個我的信箱在這裡啊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的信箱在這裡 好最下面有我的信箱嘛對不對 你直接寄一個 你直接寄一個心得給我好了 好不好 大家至少要教心得吧 好不好 可以嗎 那我們就會給你一個基本的分數 不會太難看啦 好不好 但是不可能有80分啦 好不好一定在80分以下 你希望你至少可以去做一個預測啦 好不好 好那我 大概就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 這個 呃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留下來一下 我們助教 幫你回答一下 就是 至少你有心想要教 一個成績 你可以教得出來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得來 我把你走到這裡 就頂一頂